虛擬伴侶也能談戀愛 跨時代愛情觀差很大 喜歡的直播主 還會懂內給他 倒不去交一個真意 現在AI也有伴侶啊 就不能談戀愛啊 花錢買一個假的啊 可是他不會跟你吵啊 不會偷吃啊 不會背叛你 那你就不懂了 他們現在想說 AI有時候 欠缺那麼一點人心 他們現在設計新的AI伴侶 是會偷吃的喔 好 人性 好了 今天晚上九點 東森超市三十三頻道 哈囉 你有事嗎 好可惡